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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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兒育女是開心事 但是遇到子女不聽話 怎樣本教子女 成為不少家長的難題 她反而越不怕你, 還撐得更狠 激發你, 激你更生氣 她的功課拖了幾天 那一刻真的很衝動 推了她, 撞到牆上 上一輩說棒下出孝子 想子女成材, 唯有打者愛也 打打鬧鬧可能不合時宜 新一代的父母要過五關斬六仗 才可以成為合格拿正牌的家長 最重要的是心態 技巧, 我覺得是要學的 老師也說, 其實改了一點 已經很好, 很有進步 做家長可能真的要學習很多東西 甚至我想一下, 家長可能要考牌 手呢? 口罩呢? 我呢? Fick有兩個女兒 大女今年五歲, 細女快兩歲 這一天, Fick自己一個 帶著她們兩個女兒出街 我們出發了 Fick自己了 一個人帶著兩個小孩出街 倫倫盡盡感 特別是當小孩吵架的時候 做父母的都會覺得很尷尬 姐姐很睏 她一睏, 情緒就離了 情緒一離了, 其實沒辦法 不用自己 我們繼續在這裡走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因為有些家長, 有小朋友坐在旁邊 他們都像一隻耳朵一樣 我當時覺得很生氣 你們有小朋友, 你們都不明白 我相信你們的小朋友 一定情緒失控過 不要避免歧視眼光的味道 逛玩具店和文具店 是Fick和兩個女兒發生矛盾的高危地方 不過Fick已經學聰明了 出發之前 跟他們做定事前協議 說明這一天會不會買東西 考驗他們 說了不買東西, 我們進去看, 好嗎 Fick說 之前試過的女兒在公眾場合失控 例如為了買玩具而大吵大鬧 老人往往都覺得 是父母不懂管教子女 你看到別人的奇異眼光 就會經常覺得你是不懂教兒子的爸爸 前一晚就會有點緊張 有一種壓力就是 很害怕那晚會幻想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然後你突然就會很緊張 究竟那一刻應該會怎樣處理 你會想很多事情 始終網絡太負擔了 很多人都會審視你身邊的人的行為 尤其是有手機很容易就拍下來 然後拿上網公審 所以其實可能現在的生活 很多人都習慣了 就在這裡批評別人 Fick之前在時裝行業工作 在中國經常都要留在內地 大女兒出生之後 因為想多點時間留在香港 陪伴小朋友的成長 所以她遲了一份工作 那時候真的開始當作這份工作 再加上我太太比較要求高一點 所以我會給自己有無形的壓力 我一定要讓其他夫妻媽媽做好一點 我才可以讓別人覺得我在家裡有價值 好,快點吧,我們要做功課 收拾我們要快點 跟很多家長一樣 督促子女做功課 成為Fick在家裡的重要工作 也是跟女兒發生最多衝突的時間 I can see a c 有啊,da 我說了很多次了 當然是da,不是啊,c 不用做了,爸爸 二話 不? 圈圈在這邊的,在da的這邊 她不是很願意寫 其實是因為之前我也是用了很多鬧的方法 去令到要她做完 哭著她完成 所以其實對她來說其實也是有陰影 之前試過真的硬硬一定要她做 然後她就發瘋 然後令到我的情緒都很爆炸 是這樣不停地說很多傷害性的語言 去侮辱她 讓她經常都會覺得 讓你知道你是多沒用 我真的可以很有忠喜地說 我不要你,如果是我不要你 這樣 你真的沒用了 你和我分垃圾房 你這樣出來只是會做乞丐 那時候其實一看到她哭得這麼慘 自己又會突然抽離回 對呀,我又失常了 我就又要再冷靜自己 我一個大女兒五歲 通過那些補習班或者興趣班 就發現她又是專注力不足 為了減少同女兒的衝突 Fake參與了一個 由本地大學教授研發 一共有二十堂的家長培訓課程 學了一個稱職的爸爸 我就覺得我領略多了 還有對於想小朋友的行為 多了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有份參與課程研發的社工王嘉嘉說 近年不少家長都遇到冠軍 而身邊亦會出現一些 批評他們不懂教兒子的聲音 單兒子要考牌,臭兒子要考牌 好像開玩笑一樣 但我又真心覺得 真的教小朋友是真的要學的 你不會想等小朋友去到青少年階段 你再回顧一下 我當初應該這樣教 其實越早去做 而且真的要早點去學 對整件事好很多 港大社工系副教授曾建文 自2011年開始 和另一名學者研發多套 專門給本地家長的管教課程 其中兩個課程 獲得政府研究資助委員會撥款 進行對照研究 證明能夠有效地減低家長壓力 和子女不當行為 不過完成研發之後 課程沒有被政府採納形容 我覺得暫時還未很有系統 2000年就擺了5000萬出來 專門做家長教育的檢討和推廣 又做了一陣 然後又剩下了 我們希望家長早點掌握那個方式 那個策略 或者是那個價值觀 就是做家長應該留意些甚麼 他怎樣處理自己的情緒 又怎樣對小朋友的發展有認識 以至他有合理的期望 這隻呢? Emily和Alex 先後都完成了那個家長培訓課程 他們覺得管教子女的方法 要與時並進 我覺得不可以永遠 都是用上一代的方法 去教這一代的小朋友 就是… 舊時… 就是… 充了啦 所以… 你可以拿他的好處 去擺放現在再用 但是你一定要加一些 現在適時的方法 你要用擦? 不用…用手,可以嗎? 你又逼他擦巾 其實也是等於… 就是你在付父母的技能 的期望而已 都是 Emily和Alex覺得 有些家長常用的傳統管教手法 其實不記得了小朋友本身的特性 所以他們偏向找一些有實證 和配合到小朋友 適靈發展的手法去教 在這裡 在這裡 這樣玩食物、玩餐具 也不是每個家長能夠接受 先坐下… 坐下 吃東西是不是坐下 可不可以站起來吃東西? 可以 對, 什麼都可以 對, 是 究竟他是否… 等於他是頑皮也不是 他喜歡… 他覺得這個很好玩而已 小朋友的行為 是否是大人定義 你要給他一個空間 當你一知道 他出發一些不是環境 你的教養方法 可能又很不同 一來你先問 為何那麼頑皮 其實他不是頑皮 他有好奇心 他想嘗試 他永遠… 書牌永遠在測試 他的尺度去哪兒 上過育兒課程 他們學會了很多教養的技巧 不過Emily就覺得 政府提供給家長 學習管教的資源很不足 香港的0至3歲的支援 簡直是缺乏 這本應該是 在健康院有得派的 其實你當這本類似 是九陰真經的款式 你覺得它好像包含了很多東西 說得很容易,我也會說 沒有一個特定的人數 去支持這群家長 究竟他現在會通過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給你一個訊號碼 和給你一本書 是不會有很大的效用的 如果家長用不恰當的管教方法 分分鐘會變成若兒 父母為何會開始打小朋友呢 下一節再看 其實打完小朋友 你也不會開心 那晚你也覺得 為何要打他呢? 為何自己忍不住呢? 小朋友可能 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為何要這樣對他呢? 會內疚的 還有不會不開心的 Sharon的兒子 讀小學一年級 在剛剛開學的時候 因為學業問題 兩母子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他開始對兒子施行看伐 你慣性打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力度 你發脾氣的時候 你也控制不了你的力度 你可能越打越厲害 甚至越來越嚴重 那次是… 我忘記她說了些話 是激動得我很厲害 而且是不斷地變本加厲 變成我那時候激到 我也是隨手拿了一些東西 打了一下 打到她的膝蓋都瘀了 Sharon的兒子是混血兒 性格衝動, 脾氣也比較大 母子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最後她申請了一項 親子互動輔導服務 希望學會怎樣跟兒子正常溝通 好, 沒問題的話 姑娘就出去做其他事情 稍後回來找你們, 再見 再見 家長每次來和小朋友一起 有親子遊戲時間 但姑娘都會在單面鏡 後面還有一些觀察 以及即時指導家長 有些地方她做得很好 可以繼續 她一直都在安坐 在這個位置上玩 你都可以讓她知道這件事 你又留意到 很欣賞你坐得這麼安靜 坐在這裡玩玩具 我和你都玩得很開心 我和你都玩得很開心 蛇工大偉堯說 親子遊戲治療 可以幫助家長實踐 和掌握正向管教的技巧 其實每一個家長 她都很愛惜自己的小朋友 但很多時候 可能她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譬如她當時沒有足夠的方法 或者可能她小朋友的行為問題 真的太嚴重了 甚至是她自己的家長自身情緒 等等這些因素 其實都很影響她 控制不到 或者可能最後她會用了一些看罰的方法 防止虐待兒童會 2019年的問卷調查顯示 五成受訪兒童曾經被家長看罰 近一成半的小朋友說 被看罰的原因是家長心情不好 超過一成說 不知為何被看罰 成大教授郭黎玉晶 在2013年做過一項若疑行為成因調查 引用身體暴力量表 將打小朋友的手掌、手臂或腳步 界定為一般看罰 用皮帶、棍或其他硬物 打臀部以外的身體部位 和拳打腳踢 就界定為身體虐待 不過她認為精神暴力 這種沒有表面傷痕的虐待方式 也很值得社會關注 精神虐待好像說 他們會批評小朋友 即是說你這麼笨 你沒用 頭大沒腦 生球叉燒比生理 可能這些說話 家長很容易說出口 但其實他看不到 對小朋友是可以很傷害的 對小朋友的影響更加長遠 影響自己的自信心、自尊感 現時香港沒有立法全面禁止看罰 1976年,政府制定條例禁止在幼兒中心內施行看罰 1991年修例規定教師不得向學生看罰 但至今沒有立例禁止家中以管教為由的看罰 若兒個案會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檢控 根據立法會文件顯示 過去五年有超過320人被定罪 兩年前,陳太太因為功課問題 向當時只有八歲的女兒施以嚴重看罰 她那份功課是拖了幾天 我就走開了,跟她血傷好 我給你幾個小時,你要做完她 我幾個小時回來 她完全沒有做過一隻錢 那段時間你為何不做 為何還要把你家裡亂撒滑糟 為甚麼 對,你只疼弟弟不疼我 完全是…偏離了事實 她把責任怪責在我身上 那一刻真的很衝動 推了她,撞到牆上 陳太太大力插著女兒的頸 踢她的肚子和推她近牆 令到女兒面上有瘀傷 第二天學校社工發現報警 我自己有害怕,害怕得同時失懷 終於有人幫助她,可以保護她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原生家庭長大的 真的打大的 自己都不認同這種方法 陳太事後非常內疚 她被轉介到社署跟進 除了接受精神科治療 和臨床心理學家的輔導之外 她也參與了教育小組 改善情緒管理和管教方法 我們的重點不是想罰家長 不是想指出她們有多少問題 而是我們想帶家長或者照顧者 看到她們這種負面的活動方法 是會對兒童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希望透過輔導 和不同的專業介入 幫助她們去調適自己的情緒 政府在2020年 就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作出修訂 加強指引當中及早識別的部分 我們其實都主動了很多 不是等到有事的時候才去做 而我們很希望在第二層 我們的保護工作裡 擴展到社區 也讓不同的支援服務的 專業人士能夠提供協助 看看學校層面的介入 及及早識別的時候 如何支援家長 不要打 我作父母來處於一個 照顧保護她的角色 你拿回自己身上 你自己想想 如果是這麼輕微的事 你也要去看法去 那你自己做錯的事更多 不見你自己說自己刮自己很多白 我對我自己以前的行為 所以我一直在這裡努力地去改 努力地去學習 如何可以去明保我們之間的關係 還有四分鐘,好嗎? 四分鐘之後我們收拾 小朋友,還有三十秒 好嗎?嘟嘟聲之後我們收拾了 好,時間到了 全職爸爸Fake 曾經因為功課問題 經常罵女兒 不過他報讀了一個 由本地大學教授 研發的家長培訓課程之後 他慢慢掌握到 如何避免正面衝突 其實很難可以很準確地 要他跟隨你的指示去做 通常都要跟他爭拗很久 其實中間的過程其實很累 而且自己也會心軟 就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要逼得他這麼緊呢? 媽媽 太太下班回家 在家裡,Fake終於可以放下 嚴父的角色 我會有點妒忌 因為我給你這麼多時間 我竟然…媽媽一到 就馬上變成透明人 搞錯了 Fake說自己主要負責管教部分 太太因為在家裡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會相對縱容小朋友 其實都知道的 很多時候我回來 我跟女兒的相處 有時候我就會看到爸爸在旁邊 好像在嘆氣 或者好像很懵吞的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 是不是我應該讓女兒做了一些 其實她不應該做的事呢? 她們兩個都認為 家庭和諧是她們的大前提 有時候小朋友頑皮 不守規矩都不打不鬧 堅持正向管教你培育下一代 父母可能見到小朋友 有時候有些比較頑皮的行為 或者不聽你說 為什麼你就會說 我不喜歡你了 我不愛你了 不要你了 你自己的小朋友 其實對你所有事都是無條件 他又對你100%信任的時候 這件事是很感動的 更加覺得 為什麼我們做父母 又要求他們這麼多 我們父母真的要不斷去學 去學一下怎樣去照顧小朋友 還有其實 有很多機會讓自己反省 都會感動的 非常非常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